第五章部分都講完了 主要是GreedView跟Gallery 其他相關都沒講到的話 請各位自行到上課的講義裡面 稍微看一下 裡面大概就是這些 如果有些沒有講到的話 可以參考一下這裡面 比較重要的像 有些屬性應該比較沒問題 去載圖 它的Scale Type這邊有 比如說我們前面用到類似像 叫什麼呢 叫Fix Star 或者是什麼呢 Star 或者是什麼FixXY 等等或者Center 等等這些都常用到 那你可以根據你的實際需求去設定你的Scale Type OK就剛剛有用到的 另外上一張像樣 這個是Photoplayer 這個比較簡單 請各位也可以試著怎麼樣 把兩個按鈕變成水平的 另外裡面的圖自己再換一下 太多東西可以做了 其他的話像Garry 我們剛剛用到的 比如說還有相關的 這個比較少用到 像這個動畫時間 我沒有實際上試啦 你們可以 去修改這個什麼呢 Animation的Duration 它的時間 看看是不是可以更改它的時間 那 單位理論上應該是都千分之一秒 那可以去變更看看 這個動畫效果 然後另外還有就是對齊方式 圖片的對齊方式 這個Gravity前面也用過啦 一般對齊方式都Gravity 然後還有圖片的什麼呢 透明度 這個我們前面沒用到 你也可以試試看 這個透明度如果變更的話 這個Alpha值變更 會不會有一些其他的效果 另外還有什麼Space Spacing 這個是圖片之間的間隔 那圖片之間的間隔 除了說我剛剛是用 這個大小 就是那張小圖的大小 去改變之外 你可以Space的部分呢 可以再加上 這個相關的解析度 比如說兩個PT 如果不夠的話 你可以再往上加 其他的話大概 還有一些 那剛剛有一些重點 就是說Base Adapter 那Adapter的 相關的元件其實蠻多的 像 前面用到Spinner 跟ListView是用的是 Array Adapter 對不對 那如果是Base Adapter 我們 主要是載圖的時候 載圖的話會用到Base Adapter 那因為Gravity 一定需要你給他一個Adapter 你不能夠給他一個什麼 給他一個陣列的一個 一個陣列的一個圖的位置 他不要 他一定要你一個Adapter 那這個Adapter 你必須要怎麼樣 要先去建立一個 一個內建 如果你 做在裡面的話 是一個內定的一個類別 那我們叫My Adapter 也要傳一個什麼 傳一個那個 Activity 給他 去告訴他說 現在 這個主控權 Controller 是 由誰去決定 那這樣子的話 他才可以幫你 把你要的圖 放到那個 Gallery 裡面去 其實邏輯如果你 懂的話 通的話 很快 但是如果你沒有那個邏輯 很多人 看到這剛開始Adapter 就頭昏了 尤其是建那個 買Adapter的時候 那就不知道該怎麼辦 那我提供一個 我剛有提供簡單的方法 其實你只要打完之後 他會自動 建那個方法 總共有四個方法 那理論上 一般書裡面 不會跟你講 自動產生 像 好像有同學 去買了這本 其實我這個就是從這本 就是什麼 初學特訓班 哇這本賣得超好 他已經到第四版了 而且一版 我看都是十幾二十刷 一刷大概應該有一萬本吧 哇他銷量真的很可怕 那裡面的話 就從這邊出來 但是書裡面沒有跟你講到的 就是自動產生的那一塊 他給你就什麼 給你結果 結果 所以很多人買書回去之後呢 怎麼辦 就只好自己 在那邊硬 扣完之後那個方法 可能也會打錯 打錯就讓不出來了 所以基本上 我是建議 Eclipse有很多自動化的功能 這個部分的話 我覺得真的非常好 因為可以 避免掉很多 BUG的發生 因為如果他自動產生的話 基本上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發生過 就是程式錯誤的問題 如果自動產生的話 那所以我特別強調 自動產生 如果有就自動產生 還有另外第二個就是 因為他傳一個 所以必須要增加一個建構值 我不知道建構值 Java的課應該都有提到吧 那只是說有的同學 對那個建構值還是 是懂非懂 因為他的名稱 跟Class名稱一模一樣 但是呢 看起來又很像是一個方法 但是他又不是方法 而且裡面還有一個是 建構值可以不只一個 而且可以傳好幾個參數 所以建構值不只一個 然後反正是相關的 我想如果對建構值不熟悉的同學 請各位 去 重新再看一下 Java建構值 那個章節 OK 那這邊的話也稍微有提到 那另外就是說 去載入 然後呢 再來就是什麼 在 Gravity上面 增加一個Listener 那個Listener的話 跟Greview又不一樣 Greview是 Unitem Click 對不對 Click喔 Garry是Unitem Slay的 對 就是不一樣 他其實就沒有統一 這是很頭痛的 你們可以找找看有沒有更好的說法 我到目前為止 我 我還是 這部分的話就是 只能靠 記憶的 那沒有更好的方式 你就先再去記 看有沒有更好的說法 看看那個 Google那邊 如果有同學 比較 有時間的話 可以再看看 他有沒有一個 為什麼是Click 為什麼是Slay 因為這個問題也是常常同學問到 他為什麼不同意一下 乾脆以後就Slay Slay就Slay就好了 OK 好那其他的話 還有就是說 要實作 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方法 因為他是一個什麼呢 BaseAdaptor是一個抽象的類別 抽象類別你繼承他的話 你就一定要去實作他的方法 這個觀念也是Java的觀念 如果各位對Java這部分 怎麼叫抽象類別不熟的話 請各位回頭看 Java章節裡面的那個 抽象類別的那個章節 OK 那一般抽象類別指的就是說 他有 有方法 但是卻沒有實作 那由誰去實作呢 由繼承他的 繼承他的那個類別 去實作 所以呢 Eclips很聰明 他會知道說裡面有幾個 就是說 你繼承他嘛 他會去偵測 你爸爸 開了幾張支票 你當兒子的 你就要去還這個債 OK 我這個是打個比方啦 我不知道這個 恰不恰當 不過感覺這樣理解 大家會比較清楚 不然以前 很多同學一看到抽象類別 這幾個字就覺得非常的抽象 而且真的用起來又覺得 這是什麼 怎麼會這樣 這樣 還要什麼 方法 又是類別 又是物件的 搞得 昏天暗地 那實際上 他的觀念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為什麼會有這種設計啊 主要的原因其實就是 如果你大型專案啊 如果我是一個Leader啦 我就是都做抽象類別就好了 那你底下的人 你就要follow我的 規則 你就繼承我的抽象類別 我要幾個方法 你就照我的方法 我就是要你給我 比如說這邊有四個方法 第一個就是給我什麼 給我總共幾張 那第二跟第三我們用不到啦 不是 第二個View 給我一個View View的話就是ImageView 然後後面兩個暫時用不到 這兩個到底什麼樣用途 我們後面如果用到的話 我們再來看 好像也會用到 有一個GetItem 跟ItemID 這部分好像後面 等一下那個範例好像會用到 那我們定義出來之後你就follow我的 你要有點像問答式的 你就告訴我 我就 再把 你要的比如說幾張圖 我就放在Gallery裡面 就會有幾張嘛 比如說預設值就是 正列的長度 那我就用那個 ImageIDs.lex 取得總共六張 那如果是Gallery 它有 無窮輪播 對不對 所以你就給它一個Integer.MaxValue嘛 你就是給它最大二十幾億一定不會超過 然後再用什麼 用那個 求魚數的方法 有沒有 Mod 什麼Mod 就是正列的長度 那超過的部分 它就是 求魚數 求魚數 那永遠就會在這幾張裡面 去做輪播了 另外就是說 因為 Gallery的特性是 只能夠 應該算什麼 向 向右 應該播 應該向 向右播 如果向左不行的話 剛剛同學有想到一個方法 就是 預先怎麼樣呢 把它跑一個比較 後面的數字 那它這樣有沒有 它就可以往前往後都可以了 不然的話理論上它只能這樣播 它不能這樣播 如果說有人 使用者當然就是 無厘的很多 他不會管說 奇怪為什麼卡住了 那你這App有問題 你總不能跟他講說 這是Google給我的元件啊 我沒有辦法改啊 那他當然也聽不懂 對不對 你跟他解釋這麼多 他還是聽不懂 可是就是不行啊 對不對 他就是一直努力 那你可以幫我變成可以 所以 你不能說 那你要去問Google啊 Google給我這樣就是這樣啊 所以 搞不如 不然你就是怎樣 就是 看看有沒有什麼 把它移到 Values 移到中間 它左右都可以 這樣就不會囉嗦了 對不對 就搞定了 所以這個方法 我想可以 大家想想看 等一下可以試一下看看 基本上這個 Gallery跟Greview 或者將來 只要 那個元件 會需要用到圖的時候 就可以用BaseAdaptor 很多狀況 而且 不只是在 Android裡面 在Java以前專案裡面 我也遇到過 像那個 JSP SERVERLACE裡面 也會用到圖 也可以用 我印象中 不曉得是不是用BaseAdaptor 或者是類似BaseAdaptor 的這樣的類別 也是 存取那個圖 放到某一個元件上面 其實觀念上都是相通的 OK 其他的話 這個Greview 其他簡報我想大致上 各位可以參考了 裡面的寫法 有些是寫的跟我一樣 有些是我改寫的 所以你們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這相關的 最後做出來 這是 無窮倫波的版本 另外的話 還有Greview部分 Greview裡面有一些重要的屬性 比如說像 水平的 這個是水平的間距 這個是垂直的間距 剛剛我們沒有特別強調 有強調就是那個擠藍的部分 Column就是藍 這邊是翻譯成航 我的觀念一樣 反正就是縱向的 縱向的有擠藍 還有 圖片的對齊方式 比較特別的是這幾個屬性 你們可以再 Try一下這個 Spacing 它的間隔部分 可以把它做得漂亮一點 這個地方也是要Bass Adapter 所以這部分都沒有問題 OK 所以後續如果你們專題裡面 只要要擺圖的話 你可以考慮說要擺在 Greview裡面好呢 還是放在Gallery裡面好 其實基本上這兩個 都都不錯 只是說你要怎麼顯示 用恰當一點的這個方式 其他延伸出來就是說 如果放大縮小 跳葉 跳另外一葉出來 跳葉之後的話 也還可以放大 另且旋轉 有沒有 如果它是縱向 對不對 改橫向 你能不能去偵測 它的水平已經被改變 然後你要去改變 那這部分的話 我想各位可以去 參考 我提供給各位 那個 程式碼即可貼 裡面都有 有沒有 第五張 程式碼即可貼裡面呢 第五張的範例都在講圖的部分 所以如果有時間的同學 可以去把那些 匯進來踹一下 這個絕對對各位有幫助 因為你做出來的東西 不是說只有 做到這邊就算了 因為做到這邊後面 還有很多衍生的問題 因為User一看到 怎麼只有這樣而已 就是這樣而已嗎 他會覺得 怎麼感覺好像沒做完的感覺 所以後續的功能 我想各位試試看 另外相關的參考書 如果你覺得這個講義不夠的話 我建議 因為早上有同學 也有在買這一本 不錯 因為手邊幾本參考書 我覺得是有必要的 那當然我有推薦幾本 這個也OK 裡面的話 實在太暢銷了 這本書 OK 那等一下的話 我們要繼續再來看 就是說那個 在ListView裡面 我們要再做出這樣的效果 這個效果的話 就是把前面的部分 再多增加什麼呢 第一個 第一個是放圖 第二個是放一個 中文 英文 而且是要擺 這樣是一個版型 有沒有看到 底下的版型 就要一模一樣 所以 我們要能夠有幾個東西 第一個 一定 因為它是個ListView 所以一定會有一個文字的 Adapter 所以ArrayAdapter 第二個的話呢 是圖的Adapter BaseAdapter 第三個是什麼呢 這個View要怎麼建 放進來剛剛好 你就要幫我排這樣子 如果版型你要變更 比如說文字在 左邊 塗在右邊 會不會變更 甚至其他的版型要怎麼做 還有顏色 各位會發現上面 黑色下面是綠色 那這個部分呢 怎麼去做出來 我想各位可以先把 剛剛的那個第六 第六章的部分 如果你有些細節 像我剛剛提到那個 那些屬性的話 可以再調一下 那等一下再來看這個範例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